菩萨问一个问题 世尊一定会解说 但如果大众其他人一脸茫然 世尊就会重复再说 所以他会有长行跟最后的 简洁的这些技艺 四具技 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那当时呢 他重复重复 重复的频率很高 那大众呢 来亲近的人 他也会有次第上的时间差异 有的比较后进场 就是后过来的坐在旁边 那世尊如果要解释 这个法要解释完之后 会做个总结 那另外一个人来 请问另外一个问题 世尊如果还是同一个人 还是情法者同一个人 请问另外一个主题的时候 世尊会把前面的前沿这边 再做小部分的重复叙述 然后再衔接新主题 所以当时这种重复的频率很高 这在阿含经里面看得非常地明显 那只是在我们汉语翻译的时候 已经要变成一个故事就好了 一个现场的描述 所以你重结的部分 就会需要做筛选 减别 这个就是困难的地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